印度財長希塔拉曼表示 會晤加強了雙邊經貿關係 但印度還沒有準備加入IPEF貿易談判 葉倫稍早還訪問了微軟新德里開發中心 他表示希望供應鏈多元化 避免各國過度依賴少數風險國家的資源 造成全球供應鏈和地緣政治緊張 葉倫還批評俄羅斯利用自身能源市場地位 把天然氣供應武器化發動戰爭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于良榮譽綜合報導